美国南加州桥界举办了中华航空美洲地区送旧迎新晚宴 处长何汉叶即将容调返台 接掌华信航空总经理一职 而原来的职务呢则是由张凤炳来接任 200多位桥界的人士也到场 为即将返台的何汉叶来欢送他 并且热情地迎接新任的处长张凤炳 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 在桥屋咨询委员陈振级号召下 桥里门共聚一堂 会在桥社服务两年八个月的 华航美洲地区处长何汉叶践行 同时欢迎新任处长张凤炳 众佑山基办事处处处长 龚中成协同夫人出席 处处长刘瑞宇及多位处长及秘书 何汉及桥中心主任简许邦 桥物荣誉职人员等共200多位贵宾都到场参加 何汉叶从2008年2月由日本调派到美国 他毕业于辅人大学试学系 1997年加入华航 承认菲律宾台北及东京等地区总经理 与洛杉矶桥界关系深厚 也建立起稳固的友谊 而新任处长张宏炳 1994年加入华航 承认南非俄罗斯及北京等地区总经理 他希望上任后能继续为广大的草包们服务 当天许多赌制社团都到场参加晚宴 大家相互禁就 祝道祝福 一位两位处长献上祝福 考官电视张雄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